第一法 应该双座 家父座 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手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手在上面 左手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脊椎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 并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这个经部 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尖笔后仗 或者是素仗 第六个 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七个 舌头 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舒适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做一会儿 就是右手的坐金刚拳 这个右手压着大腿的动辙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手的话 什么三国金刚树一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 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 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排出三次气 在右手的话 左手就是做金刚拳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 可以说压着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 出三次勾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的 所作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 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拳 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勾气 出三次勾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 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 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就开始念的 还有这个延齐舟 以诸佛菩萨的 这个三经长的这种 愿 融入你的这个信 获得这种降测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接着急事 进行登之后 我们需要 如果我们称赞 我们需要 我们能够称赞 进行登之后 我们有数字 进行登之后 巴巴巴巴馬 ради IKEAASAHA ricanform både早朝 citizen indifferent니다 飢饿糕 завiedz了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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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就是为了就是你天边无际的一切行僧 让他们获得圆满正当局的果位 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发起来 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 在自己的这个前面的这个上面虚空当中啊 就是大概一次高的地方呢 应该这个前半这个莲花上面啊 就是这个四字宝座上 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观想 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 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 就心里面像就是啊 就释放诸佛菩萨的智慧众题啊 根本上师如意宝 您一定要锤炼我 加持我 让我的这个心融入佛法 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 就是圆满成果 所有的密乱分别心呢 就是全部迁锁 获得这个无上的证悟 这些境界呢像上师你一样 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相续当中呢 能这个生起来 然后呢 就是以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 就是一直这样这个祈祷 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祈祷文啊 一般来讲念二十一遍 就是你非常强烈的这个信心来合掌 就是就是前面就是观想上师 就是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就是在他面前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照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是不能盼着我们的肉身呢 还是有原因的 因为我们许许多多的人 就把神去当作自己的我所有 对他日夜操劳 经常产生这种执著分别念 而为了身体 确实是前面所讲的一样 造了无边无际的恶意 这是非常不应该的 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我呢 大家也清楚就是 其实这个 如生和 还有这个心事 把这个心事分开 就是对这个身体呢 就进行这个分析 进行分析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悉心的 就是人人都是这个 就是非常这个关心呢 就是这个 尽心尽力的去这个爱护 保养 或者说是这个 尽量的将这个身体呢 就开始怎么说啊 就是这个维护它 不管是在饮食上也好 这个衣服上也好 许许多多的人呢 就是吃的也是这个善争害味 穿的也是这个阴露除断 然后呢 就各方面的这种药物啊 饮食啊 这些呢 就尽心就是爱护它 这是我们这个活着的时候 但这样的话呢 这个身体有没有就是它有执著呢 就是没有的 我们今天吃的这个再好 穿的再漂亮 然后给它装饰的什么样的金银财宝的话呢 其实这个身体呢 就像是我们路边的石块一样的 它是一个无情物 它自己呢 根本没有这个感觉 就是没有这种感觉的 然后我们这个人死了以后的话呢 就是这个尸体一定会是就是亲朋好友们 就是拜到这个 按照我们印度和藏地啊 就是藏地有这个石头林 就是那么就是放在这个石头林 当它放在这个石头林之后的话呢 就是有许许多多的这个 就是酒鸟啊 还有这个野狗啊 以及这个乌鸦等等 就是各种这个动物来开始互相争持 就是吞食 那这个吞食呢 在这个挣扎的过程当中的话呢 就是身体有没有 就是它有一种粗痕感 或者呢 就是对这些动物们呢 就是有不满的这种态度啊 对它们呢 就是有恒之如果 甚至呢 有爆出的这种现象有没有呢 绝对是不会有的 这是我们也经常发现 不管是你藏地 石头林的这些尸体也好 或者是现在汉地啊 就是在这个火葬场的这些尸体啊 就是工人呢 就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 来把它这个烧焦的话呢 其实这个尸体呢 就是也不会对这个工人进行报仇 就是绝对不会有的 它呢 就是完全是像那个一块木头一样的 就是根本就是没办法 对它有任何的这种保护 那么这样 我们就是最后得到的戒律是什么呢 所谓的这个身体啊 虽然人人都是特别的这种爱智 但是呢 真的是它呢 就是既没有对自己的这个爱护者 就是有这个贪心 爱心 或者就是对它有这个欢喜心的 然后对自己的这种这个原地 也就是说 刚才那个动物也好 人也好 那么这些动物 害它的这些人呢 也根本不会有这个 像我们世间人一样的 嗔恨心啊 或者是发落啊 或者就是对它进行对抗啊 争夺啊 这种现象呢 也绝对是不会有的 从这样之后呢 我们就完全明白 就是这个身体呢 真的是这个无情无恶 从它自己的本身来讲的话呢 的确也是没有任何这个翻译的 所以我们凡夫众生的话呢 凭什么 对这样的不干净的 非常粗恶的 这样的这个身体呢 尽心就是爱他 尽心执著他 爱护他 经常为了这个身体 而造各种各样的恶业 这是非常不值得的 也是一个愚蠢的现象 所以我们现在许许多多的人呢 为了身体而造也 或者是生贪嗔呢 的确也是不合理的 对这个生活 需要这么想的 明显也有人想通过这么想 你也以为有什么进行啊 不是 freedoms房子吗 您也许多所说的 您由大家自许多所说的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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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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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前面谈诚方面来分析的 那么下面我们成在和诋毁 对身体也进行分析 那么意思就是说 对我们的身体 不管是任何一个人 如何对待 其实他没有什么感觉的 刚才前面也讲了 对他爱护也好 对他损害也好 也没有什么感觉的 同样的 我们这个身体 如果呈现上万个人 经过多年当中 开始进行诽谤 诋毁 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语言来说 你这个长得特别难堪啊 那么你现在身体 是依靠身体造了恶业的 犯了国法的 然后违背了佛教的戒律等等 我们对身体进行侮辱 诽谤 那这样的话 身体自己有没有对侮辱者 对诽谤者开始有反抗 或者说对他生嗔恨心 有不满的这种心态有没有呢 绝对也是没有的 这个我们大家都应该清楚 就是身体受到什么样的诋毁呢 身体他自己不可能翻译的 如果他完全是不依靠心的支配 他自己能翻译的话 那对这个实体赞叹或者诋毁的时候 也应该有翻译了 那么同样的道理 任何一个人或者是有多少人 对我们的身体进行赞美 就是说你这个身体长得如何好 那身体的功德是如何如何 你依靠这个身体造了什么样的善业 一致上司或者是你受清净的法等等 就是许许多多的人 开始赞美我们的身体的话 我们身体有什么反应没有 就绝对也是没有的 而且对这个赞美者也没有什么 对他好感感激或者说出血他 这种现象也绝对是没有的 俱舍论里面虽然讲是有个 身受和意识的这种感受 但是这个身受其实一直在结束 如果没有意识的话 身体自己单独不会有这个感受的 这样一来我们应该清楚 身体也不会有这个欢喜的 为什么呢 因为身体它刚才我们前面分析的一样的 它本身是四大加合的一种物体 那么这个事物它自己本身上没有任何感觉的 没有任何感觉的话 那别人的赞叹和对他的这种评价 其实是完全是空中的风一样的 就是无力无害的 所以我们这个世间上的这么多的云云众生 为什么是每天都是平民的 就是为了不受诋毁 而受到赞叹如是的轻奋努力 这是极其荒唐的一种行为 就是非常不合理的 因此我们自己也从无始以来到现在 也是为了自己的赞叹和赞美 也是分发努力 而且别人对自己有一些谣言 这个时候特别的伤心 就是一直害怕别人面前 我太不寄托 别人都已经说了我如何如何如何 其实真正我们想的话 对身体怎么样的诽谤 对身体也是无害的 而我的心也是没有这个形状颜色问题的 这样以后对身也无害 心也无害的话 其实外面对我有什么害呢 但这期典才能够和她两个人 这种情报的需要 因为我们的心情报 要把这个与我提供还在 真正的复材 出带美业 看就是 我们现在说 我怎么做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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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度化众生 利益众生 所以我大半并不是没有目的的 应该是让利益无量的众生 所以我天天穿得好 吃得好的 目的不是为自己 就是为众生 现在很多人也会说一些这方面的话 那么若人吸我身体 这些人变成了我的朋友 因为很多人对我的身体这样关心的话 我们之间的关心也是和母相处 逐渐逐渐也关系非常密切 这样以后度众生各方面方便 有些人可能也这样说的 但是这种说法当然有一方面对的 就是你让别人高兴利益众生 如果纯粹是这样的心态的话 这个是没有什么不可的 应该是合理的 我们只要是对众生的心里面 哪怕是一缠了的这种快乐生起来 也应该全力以赴地去做 这就是菩萨的行为 如果你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应该是合理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有这么一番爱心 或者是这样的发心 所有的众生 天下无边的所有的众生 大致一些天人和小致蚂蚁以上的这些众生 没有一个不爱自己的身体 大家应该清楚啊 就是每一个众生都特别地疼爱自己的这种身体 那你为什么是不爱所有的众生的身体呢 因为你唯一的朝间就是众生欢喜 所以就是我要喜欢我的这个身体 那这样的话 众生欢喜的意不仅仅是唯一的你的身体 还有呢 他们各自的身体呢 就是也非常的喜欢 那这样一来 你的身体和别人的身体呢 就是一模一样的 你为什么是跟你自己的身体 跟外面的这个牦牛的身体 或者说一些这个大象的身体呢 就是一样的就是疼爱 就是实质都是对的 因此我们在这个道理上呢 大家也应该清楚就是对这个所有的众生呢 就应该就是产生一种关爱的这个性 这就是我们这个佛教的最伟大的 最了不起的一种这个心态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凡夫人呢 就像是自己一样的 自己的母亲一样的 对每一个众生生起这样的意念的话呢 刚开始的时候的的确确也是非常的困难 但是我想是我们也要在塞尔山的这样讲 然后你们也是一直在这样修 修完了以后人的心呢就是可以逐渐逐渐会转变的 到一定的时候呢就是看见众生的时候 就开始对他生起这个爱情 那么众生受到这种痛苦的时候呢 你心里面就是肯定会就是疼痛的 这个时候呢 说明你的这个菩提心呢 应该就是就越来越增上 那在那个时候呢 在其他的密法 其他的有些修行的方式呢 也应该会成功的 connectivity 혹什么的 详细 的 导 有一点 ус 的 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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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惭愧的事情 就是这是 尤其是学习大乘佛法的人 真的是 害众生是更可怕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 前面也说过 你一般来讲 就是不爱自己的身体 自己的身体 跟众生的身体都要 这个一模一样的 那么为了保护自己的身体 杀别人 或者是打别人 这是大乘修行人来讲 真的是相当惭愧 也是极其可怕的一件事情 以后我们金刚道友之间 如果一些大的事情 作为凡夫人 抄家可以的 但如果打家的话 那这个人的相续当中 有没有菩提心呢 就是绝对是没有的 就是你狠狠地想打他的话 那就是想害他 杀他 那这样的相续当中 怎么会是有菩提心呢 就绝对没有的 所以我们首先要明白 就是你贪的这个 也就是说是 一定要离开对自我的贪执 然后对自我的这种贪执 就是断除以后的话 一定要想到 把自己的身体 或者是自己的快乐 就是布施给众生 舍弃给众生 以前我们这一点没有做到的 前面也讲了 就是为了维护自己 一直害过众生 不但是一般的害 而且可能也杀过众生 为了我们趋入身体 我就吞噬过其他的众生 这是多么惭愧的事情啊 那么我从现在开始 依靠大乘经典的这种趋势 就是能明白因果的道理以后 一定要在有生之念当中发度施 就是我再也不害任何众生 这一点一定要自己发愿 然后将自己的身口意义也好 将自己的所有的这些拥有 就是想进行尽力的 就是不是给这个众生 我再也不得了 就像我那样的鬼满 就像我那样的 就像我那样的 那么我的声音 就是我那样的 给这个众生 也不得了 就是我那样的 就是我 就是我那样的 就是我那样的 那样的 我这种人 就像我那样的 我那样的 那样的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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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